我的乖乖 这年头 连贴脸纱都能上热搜 话说 最近娱乐圈这瓜田里 还真是瓜熟地落啊 这不 于书欣和丁雨昕 这对新鲜出炉的荧幕CP 就因为一张贴脸开大的照片 火速占领了吃瓜群众的视线 事情嘛 就是这俩人合作拍电视剧永夜星河 休息的时候 欣欣子这小逆子 鬼精灵似的凑到丁雨昕跟前 来了个亲密接触 那画面 嘖嘖嘖 甜度爆表啊 话说 这娱乐圈的新闻 就跟那六月的天 说变就变 前一秒还是风平浪静 后一秒就可能电闪雷鸣 这不 这张照片一出 立马就炸开了锅 有人说 这是炒作 有人说 这是真情流露 这吃瓜群众啊 就是爱看热闹 咱进而各就来扒一扒 这照片背后 到底有啥名堂 先说说这俩主角 于书欣 那可是娱乐圈的小作精 古灵精怪 性格活泼 演起戏来也是灵气十足 想当年 下一站是幸福里的蔡敏敏 苍蓝爵里的小兰花 那可是圈粉无数啊 再看看丁雨昕 妥妥的演技派小生 演啥像啥 那眼神戏 简直绝了 你们知道吗 和于书欣打戏 可是有个超级隐藏的福利哦 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是真的有料 是什么呢 那就是可以获得人生杀青照 想象一下 和于书欣这样的大美女一起拍戏 杀青时还能和她一起拍张照 记录下这难忘的时刻 简直就是人生赢家啊 这福利 简直比重彩票还让人兴奋呢 有网友就说了 哎呀 这于书欣真是人美心善 拍戏还能给杀青照 这操作真是太溜了 还有的说 我酸了 我也想和于书欣一起拍戏 我也要杀青照 哈哈 看来大家都被这个福利给吸引了呢 不过话说回来 于书欣可是个超级敬业的演员 和她搭戏 不仅能学到不少演技技巧 还能收获这么棒的福利 真是太值了 月光变奏曲何应少 别急 二搭永夜星河来弥补 说起于书欣的戏 大家肯定都看过月光变奏曲吧 这部剧可是火得一滩糊涂 于书欣和丁雨昕的CP感也是满满的哦 不过呢 有个小小的遗憾 就是这部剧的合影真是太少了 这可让不少粉丝都直呼不够看啊 但是呢 好消息来了 于书欣和丁雨昕二搭了永夜星河这部剧 这可真是让粉丝们激动不已啊 从现代到古装 这俩人的CP感还是一如既往的强 看来 粉丝们是不用担心没糖吃了 有网友就调侃道 月光变奏曲和影少 没关系 我们还有永夜星河啊 这俩人二搭 简直就是前世今生的缘分啊 还有的说 看来于书欣和丁雨昕 是要把CP感进行到底了 这是要虐死单身狗的节奏啊 哈哈 看来大家都被这俩人的CP感 给深深吸引了 于书欣丁雨昕CP感满满 粉丝直呼嗑到了 说起于书欣和丁雨昕的CP感 那可真是满满的哦 从月光变奏曲到永夜星河 这俩人可是把CP感进行到底了 不管是现代还是古装 他们的互动总是那么甜蜜 那么有爱 这部 就有不少粉丝在评论区直呼 磕到了 于书欣和丁雨昕的CP感真是太强了 每次看他们互动都觉得超级甜 还有的说 这俩人简直是天生一对 看他们的剧真是太享受了 哈哈 看来大家都被这俩人的CP感 给深深吸引了 不过呢 也有网友表示 虽然于书欣和丁雨昕的CP感很强 但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在不同的剧中 尝试不同的角色和CP组合 这样才能展现出 他们更多的演技和魅力 嗯 这个观点也很有道理哦 毕竟 演员就是要不断挑战自己 尝试不同的角色才能不断进步吗 永夜星河太好看 连带着月光变奏曲也火了 说起永夜星河这部剧 那可是真好看 不管是剧情 演员演技 还是浮化到都让人眼前一亮 这部 这部剧一播出就收获了超高的收视率和口碑 而且呢 这部剧还连带着让月光变奏曲也火了起来 不少粉丝都表示 看了永夜星河后 我又去重温了月光变奏曲 发现这部剧也超级好看 还有的说 虞书欣和丁雨昕真是太有默契了 不管是哪部剧都能让人看得津津有味 看来啊 好作品就是能互相带动 互相成就的 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像永夜星河和月光变奏曲这样的好作品 看来啊 大家对于书欣和丁雨昕的CP感还是有着不同的看法和期待呢 不过呢 这也正是他们作为演员的魅力所在吗 只有不断挑战自己 尝试不同的角色和组合才能让观众看到更多元化 更精彩的表演 所以啊 不管你是磕到了他们的CP感 还是希望他们能有新的尝试和突破 都请继续支持他们吧 毕竟他们可是用实力和演技征服了我们的心呢 这俩人凑一块儿拍戏 那化学反应 刚刚的 据说啊 在永夜星河剧组 他俩那叫一个默契 戏里戏外都黏糊的跟糖葫芦似的 这部 这张贴脸开大的照片 就是他俩拍戏间隙的甜蜜瞬间 照片里 欣欣子笑得跟朵花儿似的 那小眼神 简直要把丁雨昕融化了 丁雨昕呢 也是一脸丑溺 那温柔的眼神 嘖嘖嘖 老夫的少女心啊 当然啦 这甜蜜可不是凭空来的 拍戏这活儿 可不是闹着玩的 风里来雨里去 熬夜加班是常有的事 据说 为了拍好永夜星河 于书心和丁雨昕可是吃了不少苦头 不过 也正是这些共同经历 让他俩的友谊更加深厚 默契也更加十足 杀青照片 一出来 网友们那叫一个激动啊 欣欣子或雨昕哥哥太甜了 磕到了 磕到了 这CP我锁死了 谁也别想撬开 期待永夜星河赶紧播出 我已经等不及了 各种彩虹屁 简直要把人淹没 当然啦 也有一些老江湖网友 觉得这不过是炒作而已 现在的娱乐圈 每点绯闻都不好意思出来混 这照片摆拍的痕迹也太明显了吧 哎 这年头 说实话都没人信了 近日 丁雨昕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是她跳于书心成名曲 SOK的舞蹈内容 画面里的她身穿黑色T恤和工装牛仔裤 拿着手机看起来还是有点紧张的样子 虽然不是很熟悉曲目 但还是勇敢地坚持跳完了整个舞蹈部分 最后无脸不好意思的画面也让不少人忍俊不惊 为什么她会跳一个明显是女团舞的舞种呢 主要是近期她主演的新剧《永夜星河》正式播出了 她饰演的腹黑病骄 半人半腰的木生 凭借超绝的古装扮相和扎实的表演功底 也是收获了不少观众的认可 在剧组主创为了宣传新剧进行直播时 聊到话头时 于书心作为她这次新剧的女主角 直接贴脸开大 提到了要几言慎行 这下可戳到了大家的笑点 大家众人笑作一团 于书心也在丁雨昕的账号下乐呵呵地评价 还要看手机 这个不太认真哦 明天来教你 气氛也很是轻松活跃 相信有原版的指导 丁雨昕这一版也能有更上一层楼 这次新剧的剧轩也使用几言慎行这个梗 进一步打开了知名度 目前热度不错 网友的反馈也非常的积极 也希望他们的新剧 永夜星河在渐入加进后 能吸引更多的观众进场 成为2024年大爆剧 拭目以待 不过 话说回来 炒作也好 真情也罢 这娱乐圈的新闻 咱就图个乐呵 只要这剧拍得好 演员演技在线 咱就该支持支持 毕竟 谁不喜欢看剧男美女谈恋爱呢 好啦好啦 说了这么多 关于于书星和丁雨昕的事情 大家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 期待永夜星和接下来的剧情发展呢 那就快快去追剧吧 别忘了在评论区里 留下你的看法和感受哦 让我们一起为这对超级有爱的CP加油吧 最后 想问问各位看官 你们觉得于书星和丁雨昕这对CP 能火多久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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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